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有四位男士 那我来当主持人来问他们问题 那我稍微介绍我自己 那我叫小龙 我来自加拿大多伦多 我大概十几岁的时候 随着父母移民来到加拿大 所以我的高中跟大学在这边上的 我大概上了两年班 后来是嫁到美国去了 当了七年的全职妈妈 那当然也康开始的时候 也跟我老公从康州一直打拼到加州去的 然后后来的话 08年的时候 我们大概也重新回来 来到加拿大 重新又开始 我是怎么认识卢星 那是因为我17年的时候 4月份我主动找了 我的上手老师叔妹妹 那他教我怎么用卢星产品 因为我买一个SPA机 买了半年五个月 我是在朋友圈搜索到他 然后呢 18年的时候 7月份因为新的奖金制度出来了 那他又来跟我讲了个奖金制度 其实奖金制度应该是我第三次听的 之前我觉得不感兴趣 因为我觉得好像跟大家一样的问题 没有人脉啊 口才不好啊 或者说我没办法做啊 这样子 也很忙啊 各种借口 但是18年7月份的时候 奖金制度 我好像一下子开窍 所以真正跟我上了第一堂课 就是路心老师给我培训的 新能起步 还有这个商机 所以那一刻开始 我觉得好像 这个卢星好像跟我有关系 那我也很感谢我的上手老师 当时虽然我拒绝他六次 但是他一直跟进我 也因为他的跟进 我觉得这个事业好像是很有人情味的 所以当我开始加入卢星的时候 第二个月吧 然后是见到了 不是第二个月 当月 当月见到了那个乃婷老师 他的一场那个三期会 那我知道了 卢星跟他还有免费的成功之旅 那我的目标就是去成功之旅 在这两年零三个月当中 我连续考核了五次成功之旅 那也在去年疫情 八月份的时候 我完成了蓝赚的考核 到去年年底 我有开启的那个黄语考核的第一个月 这是我因为这个斯拉吉进来的 然后开始整个的那环金生态圈 我都买下来 所以这是一二年时候 其实我的女孩是有双下巴 那一七年时候 皮肤是非常糟糕的情况下 然后院了三年之后 这是我现在的样子 那我之前呢 生小孩 生两个小孩 重了二十磅 那就算很努力 都没有把它剪下来 但是一套TR就 就把我身材给瘦下来的 那现在大概就是我这样子 两年之后 我现在还是保持了一样的体重 吃完TR型的体重 那我觉得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是什么 就很多年很多年以后 人家见到你 他就说 哇你比以前更年轻了 好像更漂亮 就是 所以你手上如果有刷机的话 给自己把它自己刷起来 如果有TR9的话 拿一套 那我之前是因为工作嘛 非常辛苦 所以我是处于非常亚健康的 一七年年底的时候 第一次测量 我们scanner的时候 我的指数是两万二 所以那时候我已经觉得很奇怪 那老是感冒生病 一段很长时间 后来我开始听了那个 Springhouse的一场 健康保健的课 我就开始重视起来了 我开始买一套 那个环境生态区 慢慢慢慢 金三角对 金三角后来的慢慢指数 你看到我的指数慢慢提高了 从两万二 一直提到去年的时候 十一月的时候 是七万五 我是非常严重的 是睡眠问题 但因为Spa机改善了我睡眠 也因为那个保健品 我身体的养健康得到很好的改善 然后特别特别 我觉得信心的话 是说我有了十几年了 很严重的花粉敏感症 所以每当那个季节起来的时候 我就会不停的流鼻涕啊 流眼泪啊这样子 要吃很大 很多很多的那个感冒药 不是发粉敏感药 敏感药 但是我发觉 我这两年因为弄心的产品 我是不需要再吃一些敏感药 好像都OK的 那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是从小小的在家庭聚会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然后经过团队的一起的那种 创新学院的体训 也慢慢的成长 我第一次去年会的时候 是18年10月份 当时我们的团队 只有跟我跟所妹妹一起去的 然后也见到很多大老师 然后我就开始觉得 哇 流星的事业 原来不是小事业 而是大事业 是一个国际的事业 这是我第一次去的 那个美国的Santiago的年会 这是2019年全球年会 这是我第二次去的话 我去完第一次之后 第二次之后我就跟自己说 我一定一定要带更多更多的伙伴 去看一下 流星的年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跟自己下过目标 带10个人去 当然 10个人没有行程 但是也带了8个人去了 所以我们一起去了 所以就见到了更大的团队 所以更增加了我做流星的信心 然后2020年线上的年会 虽然是疫情 反而我居然发出了六十几个的邀约出去 然后这时候 2020年其实就是一个 对我来说这个一个转折点 这个危机也是一个机遇 然后我在流星 第一个目标 就是去成功之旅 然后我记得有一场 有一个会议 有一个万捷是谁了 是一个西人 他说你在流星里面会很神奇的 你只要在地图上 地球仪 你买一个回家 你只要守一指的话 流星会带你去那个地方 我相信了 所以我第二天跑到家 回到家的时候 赶紧出去买了一个地球 一包了回来 然后我就把它标上去 每次的成功之旅 每次要在一个地方 我就贴上去 我就发觉流星真的真的很神奇 实现了我环游世界的梦想 这是我第二次去的成功之旅 去爱尔兰 然后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要做流星 其实在流星里面 我得到了健康 我得到了友谊 然后我的收入也增加了 而且这个收入还可以累积 也可以倍增 还可以传承的 你看我刚刚是做流星的时候 7月份还是做 18年7月份还是做 半年时间而已 我的收入已经超过了 我原子的收入了 我就觉得这好神奇 一九年的时候 我全职在做流星 我的收入基本上是 两三倍方法 然后2020年疫情 我待在家里 基本上都待在家里 但是收入 还不止倍增了 我就觉得 这个事业原来 原来这么神奇了 你在之前是累积的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抓住这个机遇的话 因为就是2020年LTO 反而我的团队是增长了 然后这个是LTO 我们的boost开市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给各种的客户 自己去体验 去开这种体验会 然后我觉得很开心 这个事业 什么叫新时代的女性呢 既然貌美如花 又可以赚成养家 朋友不偏天下 随时可以放假 这就是我们理想中的这种生活 那好 那我们今天来 反谈一下这些男生们 他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我相信男生啊 更有那个思维方面 或者格局方面比我们更大 那我第一位要反谈的话 是Alan老师 因为觉得我看了他的履历之后 我觉得哇这是妥妥的学霸 是别人家的孩子 他在他来美国奋斗了十几年 然后他也是一个 他原行业是做IT的 然后现在在华尔街 投行做经理 当然他也做过很多这种 投资的也考过很多证的 那我就现在就很好奇的一点 Alan老师你在吗 我在小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OK那我知道你是华尔街的精英 你拥有一个很有体面的工作 高薪的工作 那我很好奇 这么好的工作 为什么你会结识录心 而且对这个录心又感兴趣了 你可以讲一下吗 好的 谢谢小安老师的介绍 那也是 首先跟那个线上的所有伙伴 打了招呼 跟大家说声 早上好越来越好 那我是来自NPS Lexy团队的Alan 今天非常高兴 有这个机会在线上 跟所有伙伴和新朋友 来分享我在Newskin的一些经历 那首先呢 我要感谢我的这个 国际事业推荐人 李佩依老师 盛紫云老师 Annie老师 Rose老师 和我们的四近百近 环境领袖 雪莉老师 就像刚刚小杨老师介绍的 我跟我太太是08年来到美国 那我的专业是计算机专业 那所以是来到美国之后呢 我也在华尔街的投行呢 从事这个技术研发 数据分析的一些工作 那我太太呢 因为这个为了照顾家庭 所以呢 她就放弃自己的专业呢 当起了全职妈妈 所以我在这里 也非常感恩我的太太 虽然我在华尔街的工作啊 看似比较稳定很高兴 但是其实我 我是一个比较有这个危机感的人 因为我们作为第一代移民 都是很多人都是比较辛苦的 那我跟我太太一路 十多年这样子过来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顺利的 还是比较顺利的 但是我觉得作为家里的一个男性 我觉得我的眼光要更长远一点 因为我们中国人有句话 要捐思维 你要未雨绸缪 所以其实到了三十多岁之后 我就考虑这个问题 无论是从这个家庭的需要 无论是从职场上的一个发展 包括整个大环境的这样子一个 不断的一个复杂的一个变化 我就觉得我必须要为我五年和十年之后 我的一个工作也好 我的一个家庭也好 我的一个生活也好 做好一个准备 做好准备 因为我觉得最怕的就是温水煮青蛙 到时候真的面对困境的时候 就比较捉襟见肘了 捉襟见肘 OK 好的 谢谢艾蓝老师 谢谢 对 那我讲讲我是如何结缘newskin的吧 其实结缘newskin很多朋友都是差不多 你可以到下一眼 对 因为差不多两年之前 我太太的一个朋友通过她介绍来开始用上newskin的产品 从我们这个LumiSpa到黄金生态圈 然后的话我自己也是因为一套Ti90 剪了差不多20多磅 你看这个以前左边的话两个人站在一起就是一个合肥对吧 就是合肥 然后右边的话我觉得用上产品之后 无论是由内到外 无论是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 包括人的皮肤的这样改善的非常非常真实 产品会说话 也是让我们年轻不止五岁 我觉得这一点来说 就是让我非常的就是相信公司的产品 OK 那那个时候两年之前呢 也因为这产品 所以呢我们我跟我太太呢 就是开始接触newskin的事业和团队 因为那时候我太太在家里全职照顾家庭 因为我知道在家里全职妈妈 真的不比在外面打一分全职的功来的轻松 是非常的辛苦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非常支持和鼓励他能够走出去 接受更多的朋友也能够 能够有机会能够学习提高自己 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他一起来考察newskin的事业 包括这个公司一些 公司的一些实力也好 然后产品的一些品质也好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个newskin的这个事业的伙伴 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我觉得跟一群有正能量的有价值观的人 做正确的事情有价值事情是非常非常棒的 所以经过那个时候考察之后 我觉得newskin事业是不错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非常鼓励我太太去 去经营newskin也去参加这个newskin的学习和活动 那因为我们两个人的话也是考虑到这个家庭工作 还有这个newskin事业的平衡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可能更多的是做 就是支持我太太这个默默支持她的一个角色 默默支持她的一个角色 但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没有完全的看懂newskin 还没有打开这个格局 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是处于一个 这种plan B的一个寻求阶段 因为那时候我也去考察过很多其他的一些领域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我到去年年底才真正的来决定下定九星权利 回来做newskin 对 我很好奇想问一下 你在这两年之前 你都找了什么事业 兜兜转转又回到如新来 那我很好奇你说你两夫妻一起在今年的话 那现在可以分享一下当中的一些故事吧 还是说两夫妻有什么清得体验 可以啊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在考察整个newskin事业的时候 只是把它作为一个plan B的一个option 那我也去考察过很多这种传统的一些选择 我自己也考了像保险的license 房地产的license 然后呢也跟我身边一些传统行业做的比较成功的伙伴 去讨教经验 然后呢去学习去参与他们的一些项目投资 包括房地产项目 还有那个餐饮的项目 两年当中我兜兜转转下来 我觉得首先是我整个思维和格局的打开 因为其实我像很多伙伴一样 都是一路怎么样 就是读书 然后读书完了之后 毕业之后进入大公司工作 到现在 其实从这个社会的预理上来说 还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就是把我格局打开的话 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很多人就要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比如像这样PPT上面讲的 就是我们如何过此一生 那上面的话就是我们很多普通人会走过的这样的生活的轨迹 我们经常也是父母教导怎么样 好好上学 对吧 考个好的成绩 上个好的学校 出来呢找个好的工作 然后呢工作 工作之后呢 其实我发现啊 很多其实人生 人生的很多问题是工作以后会遇到的 其实上学的时候非常简单 但是一个人的成功和当中生活的一些艰辛呢 是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你会遇到很多 但是这些是往往是我们以前学校 很少教导我们 还有我们的父母可能可以到我们的帮助也是有限的 那别人跟我说过就是说我听过一种说法 就是人生就好像是一件就是你的一个制品 每个人就是你这个人生的一个创造师 那有些人呢把自己的人生呢就过成一件很普通的一个生活用品 有些人可能把你自己的人生的过程一个危险品 但是也有些人呢把自己人生的过成艺术品和奢侈品 OK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去思考这些问题 就是我们这一生应该到底怎么度过 到底怎么度过 其实如果说我们一生从上学到工作到退休 是不是你现在的工作 现在的一个状况能够满足你所有的人生需求 你的梦想 你家庭的需要 你家庭应对这个风险的 这样子一个抗风险的能力 那很多人呢 也看到他们 他们自己在身上的成功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 其实工作这一块 当你出了学校 踏进社会在这样子一个25到65 这样40多年的工作 履历这个经历的时候呢 你可以换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 我们就是聪明的工作 聪明的工作 因为我记得那个白岩松老师讲过一句话 就是说 我们在30岁之前 20多岁的时候 你要做人生的加法 就是多尝试一些不同的机会 那30岁之后呢 你要做人生的减法 因为你要专注 找到正确的平台和正确的方向 那开始进行累积 那你40岁之后呢 你又累积带来的这样子的回报呢 是让你这个人生变得更有意义 更有丰富 所以如何聪明的工作呢 其实也是在这两年当中 不断的比较 不断的这样子一个思考当中 我得到了一些感握 我觉得首先从这个收入模式上来讲 我们知道 招就完我的工作 都是什么样 手停口停的 主动式劳动性收入 对吧 那我们现在要追求的一个Plan B呢 寻找的一个Plan B呢 肯定是不能再是一个 劳动性的主动收入了 那我们叫做资产性的被动收入 资产性的被动收入 就是说当你在睡觉的时候 或者在度假的时候 或者在你不方便的时候 依然可以带来给你一个稳定的收入 OK 稳定的收入 所以叫资产性的被动收入 而且这个收入呢 最好是可以累积 可以倍增的 可以累积 可以倍增的 我们要做这个收入的一个乘法 不是做收入的一个加法 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一个长久稳定的收入 因为我觉得 其实很多 有很多收入的途径 但是这个收入 是不是能够长久稳定 我觉得非常重要 OK 所以这就是投资和投机的区别 投资和投机的区别 那另外一块呢 想清楚这个收入模式之后呢 就是一个趋势的问题 趋势的问题 因为我 因为有句话就是说 叫穷人做事 就是事情的事 富人的做事 就是趋势的事 抓住趋势 是真的非常重要 我们那个小米的创始人 那个雷军 他也讲到怎么样 在风口上 找对风口 就算猪也可以飞起来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找对方向 比努力来的更重要 而且这个趋势呢 也有分软趋势和硬趋势 是吧 比如说去年疫情的时候 比如口罩生意非常的火 那这个是因为这个特定的环境 特定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产生的一个趋势 这就是软趋势 但这个一看就是 不能长久的 OK 那从硬趋势的 未来趋势方面呢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人工智能AI 肯定就是个趋势 随着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这样子的智能 和AI会帮助到我们 提高我们的生活 和这个生产能力 那另外一个非常大的趋势呢 我觉得 是非常很多人就是重视的 就是一个基因方面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考大学的时候 我觉得基因生物工程 那个专业是非常活的 也非常难考的 OK 但是现在其实 因为基因整个 基因工程的整个 就是从研发到真正投入呢 其实要有个很漫长的一个时间 我们所有一个累积的过程 但是我觉得方向是对的 因为基因层面 现在很多像什么 癌症的靶向药啊 也好 很多基因层面的一些探究 能够帮助我们解决 人体的很多一些疑难杂症 OK 所以我的基因方面呢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未来趋势之一 我另外一个就是大健康 那大健康的话 我们现在 我们随着我们生活水平提高 我们的那个寿命越来越长 那我们当然每个人都希望 怎么样 变得更健康 变得更年轻 变得更美丽 OK 但是我们说 刚刚说AI 智能化 基因和大健康 这几个趋势呢 我觉得最大不同的地方 就是AI智能化和基因呢 都是有一定门槛的 不是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参与到的 但是大健康呢 其实从你自己自身而言呢 就是说 你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年轻 变得更健康 我觉得 就跟这个人生的成功 人生的这样子一个 如果从财富上来讲的话 所有的 你所有东西都在一起的话 健康是第一位的 就好像是你这个纯泽上面 这个一 对吧 如果你没有这个一 后面再多的零 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健康 那另外呢 我觉得这个 New Skin这样子一个平坛呢 也给到我们这样 普通人这样子的机会 能够一起来参与到 这样子的健康 抗衰老的事业当中去 OK 所以从趋势上来讲呢 我觉得这个大健康 抗衰老呢 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很难喊 OK 那从竞争力上来讲呢 那我们说 我们找对方向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找这个行业 这个方向的龙头老大呢 就好像你买股票也 我们一般都是买这个龙头老大的 那在这个抗衰老这个行业当中呢 这个领域当中呢 谁才是有真正竞争力呢 因为我们知道外面 其实不管是直销也好 还是传统的这样子一个 销售方式也好 在这个健康啊 抗衰老方面的平台 产品非常多 OK 但是我们既然要把它 作为一个事业的话 那我们就要真正选对一个 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 领先的一个平台 所以从这里上来 我觉得New Skin的这样子一个 首先它的核心技术 就是基因表达的一个 抗衰老技术 是所有其他公司 都没有 没有办法比拟的 而且这个技术领先 可能就10年 20年这样子 而且在这个 整个New Skin的 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New Skin 是成立于1984年 但是1984年 从到现在为止 它整个 从这个产品的研发 包括它这个Edge Lock 整个产品线的 这个创新能力上来 我觉得它一直没有 停止过 一直没有停止过 它是整个美容居家行业的 这个No.1 所以它这个智能化 仪器化 大数据化 让我们看到 这个公司是不断的前进的 因为我觉得一家公司 要有一个很光明的未来 我觉得它的这个创新能力 不断自我淘汰 不断自我更新能力 也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另外的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就是品控的标准 是6S 因为我觉得 我们做New Skin事业 其实最关键的 就是要有利他的心态 我们要用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事业 去帮助到别人 能够解决他们身体上 健康上 皮肤上的问题 那我们的产品 必须要怎么样 很严格的品控 能够真正能够帮助别人 能够解决他们的需求 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考虑 我觉得New Skin 无论是这个趋势方向 还是它在这个 这个方向领域里面 这个竞争力是那么万的 所以如果我要选择 这个平台的话 那我肯定是选择 New Skin做了 我的合作的一个平台 那后面平台实力 刚刚也提到了 37年的历史 25年的上市 那现在50多个国家 都可以来进行New Skin 这个其实也是 当我在跟很多传统的行业 做比较的时候 比如说我做房地产 比如说我做保险 OK 但是我可能只能在怎么样 纽约做这个 我只能在美国做这个 OK 但是New Skin这个事业 可以让我做到全世界 怎么样 50多个国家 OK 我只要有网络 有手机的地方 我可以进行我的事业 去连接更多的伙伴 我不会因为地点 不会因为时间而受限 那公司本身的这个实力呢 5IE包括福布斯排名 我觉得都是对于整个公司 实力和发展前景的一个认证 另外最后一个 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的 就是公司的使命 我觉得一个公司 一个企业 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它的使命 就像我们这个阿里巴巴 它的使命 让世界都没有 那么难做的生意 OK 那么New Skin的使命 就是要在世界各地 凝聚一股善的力量 凭借仇报优偶的事业机会 不断创新的优质产品 和积极充实的优量文化 赋予人们提高生活品质的能力 而且我们New Skin善的文化呢 也在这个慈善方面 做出很大的贡献 我觉得这一点 跟我的人生价值 非常的符合 因为我觉得 财富其实到最后 真的不是最重要 因为New Skin的事业 首先它给到你的 是成功的确据 很多传统的行业 不光是门槛资金 但是它有风险 所以最后成功的比例 概率有多少 谁也不知道 因为像去年这样的疫情 黑天鹅事件 很多人可能就是 几年之前的收获 都已经复制东流 但是New Skin的事业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 就是它的这个确据性 因为只要你怎么样 做正确的事情 那成功就是时间的问题 OK 所以这个是我比较 传统行业和New Skin 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另外一个呢 就是刚刚讲到 就是财富自由这块 很多其他的平台 也可以让你做到财富自由 OK 但是当你做到财富自由的时候 你有没有考虑到 你的健康 你的年轻 你的家庭 OK 所以New Skin 真的是一个非常全面的 让你能够实现 全面人生成功的一个平台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价值 OK 财富 我觉得财富不是最重要的 马斯洛的需求原理上面 最高层是什么 实现你的社会价值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 一个人的成功 我觉得就要看它能够 带给多少 更多人是不是有影响力 能够帮助到更多人 那New Skin平台 也是给到我们这个机会 OK 能够去影响到更多人 赋予人们提高生活品质的能力 所以这也是 我觉得 我 我现在来全力以赴来做New Skin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原因 因为在这个平台上面 真的是 能够让 伙伴一起来 我们说有句话 一切为了家人的幸福 一切为了伙伴的成功 所以在New Skin平台上面 不光是 有这样好的公司 好的产品 还有我们 还有我们这样子一个 正确的一个价值观 那让我们 所有的伙伴在一起 不断地成长 遇见更好 自己 然后实现这个 全面人生的一个 美好和成功 好了 小龙老师 那我的今天分享就 就到这里 好 谢谢Ellen老师 这么详细的一个 分析 还有数据 还有 哇 反正我总的来说 我没法做到这一点 大家觉得Ellen老师 讲得很好的话 哪一波鲜花 或者哪一波888 谢谢 谢谢 真的 讲得太棒了 好 下一个嘉宾 旭东 我跟旭东太熟悉了 我们那个认识了20多年 然后基本上 他刚移民来的时候 他找我 是因为他找我报税 我旭东大概10年之间 他放过很多工作 各种的工作都有 到近10年的话 他经营了10年的那个 国际连锁店 营料店叫Booster Juice 后来他又经营了10年的 分庆公司 但是卢星是因为我 因为我介绍他 我觉得他能脉很好 性格也很开朗 而且也很爱帮助人家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对了人 做卢星 所以我跟进他一个多月 他进来了 但是呢 他是疫情 去年的时候才开始真正的 开始认真的经营卢星 那很短的时间 非常短的时间 大概就三四个月时间 完成了成功之旅的考核 然后呢 去年年底的时候 晋升为绿宝主任 这是我跟他以前认识的照片 那时候 真的 他还没有起老婆 我也没嫁 但是大家都已经 生活中就是很好的朋友 就算我嫁到美国 9年时间吧 我们都一直把车里联系 因为他跟我弟弟跟我妹妹 和我们家里能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你看他加入之后 开始认真在做的时候 就是不同 成为我们的团队的团宠 我们叫他宝哥哥哥 然后还有他开始展现他 他的口才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让他自己展现一下 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 然后开始认真 以前不爱学习的 现在开始认真做笔记 那这个是去年我上了南转的时候 他送了花给我 然后我们还一起开试 然后最下面的话 不要拿许东自己讲一讲 他从来不复复 也不保养的男生 为什么现在开始注重他的保养 许东 您来讲一讲吧 小龙老师好 各位大老师好 这个首先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我们多伦多 Super Ego Super Life Ego团队的许东 非常感谢我的国际事业推荐人 小龙老师带我接远如新 也感谢我的领导 鼠妹妹 Spring老师 还有Louisa老师 还有千万美金名人 Lucy老师 这个对啊 其实呢 我是 我是怀揣着梦想 带着一千块美金 来到我们的北美 寻找我们的北美之闷的 我是做生意的 但是我没有各位大老师的智慧 我没有看懂这个国际生意 一开始说 觉得这个是 女人瓶瓶罐罐的生意 不适合我男人 怎么做呢 但是也是因为一场 突如其来的这个疫情 也让我看到了区别 真的是人生没有危机 就是最大的危机 暗喻现状是最大的陷阱 小龙姐也是 她找我一个月经营如新的 但是她通过自己的 努力和团队的合作呢 在两年两个月 完成了篮状级别的考核 还有这个每个月都有五位数以上的收入 而且我也看到了我们北美 这个兄弟团队 每个人都是 团队都是成为一个暴展 而我呢 手停口停了 困境公司 生意也全部都停止了 那只能靠政府的救济 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也通过这个我们的年会 让我终于看懂了 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呢 也真正启动了个如新事业 当你看懂了以后 启动的时候呢 你就作为一个男人嘛 对吧 你帮他当作一个事业来经营 所以你很多你的行为 就会跟着你的思维走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疫情 对我最大的感触 而且我看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也了解了这个公司 所以小龙姐 谢谢你 是因为 谢谢你 谢谢你 也是因为公司的年会 让我看懂了 看懂了以后 你的行为就不同 谢谢 好 对 小龙姐 你来说吧 你为什么来T290 我来说吧 其实我接触以后 了解以后 这个也是因为T290 产品的优异 让我真正的领略到了 如新的美好 因为T290 大家看到了 我的身材体重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小龙姐晒一张PPT 不仅仅是我自己 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我身边的朋友 我的家人 这个我的朋友文哥 他老婆Niki的生日的时候 我们参加了 那接下来大家都看到了 通过T290的基因减重计划 调理计划 他的这个身材 发生了这么大一个变化 大家觉得 是不是这个产品 很很很惊奇 下一个 下一个小龙姐 这个是我 美国的弟弟 我觉得产品优异 一定要分享 如新就是一个美好 分享一个事业 这也是我自己 好久没有看到 勇敢的想 想到我 灵灵的拿到光 会越过给你 每个伙伴 他们的 每个简单 分享给我们所有的朋友 希望我们每个朋友 都可以健康努力 好 小龙姐下一张PPT吧 徐东 我知道你加入的话 两年都没动 后来开始动的话 那你是一个传统的生意 我们都是嘛 那以选择生意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怎么看 如新现在是一个 很好的时机 可以来经营的 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 你眼中的如新 是什么样子的 我做生意做了十年 其实没做生意之前 我就有一个很强 那个欲望 一定要做生意 因为我知道真的是 工资没有出头 只有你做生意 才能实现你自己的梦想 所以我开了十年的 这个BOOST的旧事 同时我也不安于现状 不安于现状 我又开了亨庆公司 因为我想我的人生 可以尽早的 通过自己的努力 实现财富自由 但是经过的努力 我发现了真的是传统生意 要想高回报 就必须要有大投资 当然也伴随着高风险 房租工资水电的运营成本 不管你生意好不好 这些都要付出的 我想问一下我们线上有多少人 你们有投资有当过老板的 可以打个一吗 我们来一个互动一下 好不好 其实真的 其实真的在北美当老板 真的很辛苦 真的比打工累 劳心劳力 生意好 人就倒 生意不好 店就倒 我有个朋友 他投资了一百多万 开了一间餐馆 这次也是因为疫情 十几万都没人要 现在真的是 岂部拦下 血本无归 所以真的很惨 但是我们的如心公司 经过我的了解以后 不要月费 不要年费 每个月也没有强制消费 对吗 但我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想一想 我们如心公司 最大的一个风险是什么 大家能不能在屏幕上打一下 你觉得如心 如果经营如心 最大的一个风险是什么 大家能不能打一下 其实我觉得 经营如心最大的风险 就是你变年轻了 变健康了 那我们最大的一个投资是什么 真的是最大的投资 就是学习 我们说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对吗 你怎样从外行变为内行 那一定要通过学习 花你本来该花的钱 赚你本来赚不到的钱 我们的如心世界是 有人帮有人带 互帮互助 互惠互利 合作共赢 这个在传统行业中 根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接下来我今天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现在是进入如心的最好的一个时机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数据 一些PPT 小龙姐下一张PPT 我们大家看到了这个PPT 这个PPT是显示我们的百万卓越成就名人的一个数据 从1991年第一位百万美金名人 第一个十年我们当成了47位百万美金名人 第二个十年有75岁 第三个十年的前五年有263位 现在好像根据数据来说是 在如心赚到百万超过百万的人 已经超过了1500多位 亲爱的朋友们 这个数据还在直线的快速的像火箭般一样的 飞速的发展 我觉得真的真的 你不了解不知道 一了解真的下一条 是一个非常值得你了解探讨的一个声音 好那我接下来给大家看的这张PPT呢 也是因为我们2018年新的Valacity奖金制度的推出 又迎来了一个新的一个暴展 那今天呢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展开来讲这个奖金制度了 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专门的奖金制度的一些讲座 那在这里呢 我就给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的奖金制度大概分为三大块 第一块是分享奖金 第二块是建构奖金 第三块是领导奖金 那这三块奖金呢 可以叠加赚取的 这个我们的头衔有蓝赚到黄域领袖 根据你的头衔和业绩来决定你的收入 当你的房子越做越大的时候呢 就代表你的分店越开越多了 你就会有麦当劳式的倍增收入 这也是我为什么当初选择 Franchise的一个 我希望多开几家店嘛 但是呢这个理想远远比你的现实更残酷 真的是太累了 那也是因为我们的如新公司是一个 留销所上市的公司 所以大家都可以查查我们公司的财务报表 那我们接下来这个PPT 大家可以看得到 如新公司为什么这么优异 为什么值得我们大家去从事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据是去年 在这个我们的newskin 公司获得了美国直销协会的多个大奖 瓦拉斯提奖金制度以及奖金发放量 是直销界的第一名 亲爱的朋友们第一名啊 对吧 好我们看看下一个数据哈 我们大家看到了 我们都可以看到 不管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 都可以看到了 我们newskin公司的产品 也可以看到我们各 很多的明星都在使用newskin产品 我们的环境生态圈 在2017年以及2018年 已经获得了居家美东义的全球排名第一 大家看到右边的这一张图 大伙可以看到这些这么熟悉的一个产品啊 每一两年都有一款新的产品 颠覆市场的一个产品的推出 我们看到了TR90 以及看到熟悉的这个LumiSpa等等 LumiSpa推出的时候呢 仅仅18个月就已经获得了 200万台的一个销售 那我们2020年的这个Boost的推出 大家可以看到啊 非常非常熟悉 最新的科技 Boost的一推出 就引起了全球美东义市场的轰动啊 我们Boost的有最新的专利可变脉冲微电流 这个超过1000次的 这个有机变化的卖冲波 来帮你实现你1000次的恋爱的感觉啊 两分钟之内 那你的肌肤这个关系细润 非常棒 我们下一个下一个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 我们Boost的上市以后 大伙可以不可以在屏幕上打出来一下 您觉得我们Boost的销售量超过200万 需要花多久的时间呢 需要花几个月呢 大家可以做一个预测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我们的下一个PPT 其实我们的如新公司呢 真的是始终致力于保持研发创新的 优质产品 而大伙可以看到啊 我们第一次整个全球的这个互联网的危机 我们的如新公司增长了29% 第二次这个我们次大危机 如新公司增长了70% 第三次新冠病毒的危机 没有没有危机就没有转机啊 其实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 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新冠疫毒新冠病毒危机呢 全球如新的事业 真的成为一个暴涨的一个趋势 所以现在是真的是加入如新最好的一个时机 好待会可以看到我们这张图 待会可以看到如新公司 它是一个暴涨 它3.0时代通过了颠覆的技术 把看衰老的行业重新的洗牌 这个那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一个不断的加剧 加上科技进步 让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 其实现在看衰老的市场这个需求已经达到了一万六千多亿 那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公司一同的步伐来分这个市场的一杯羹 好下一个 好这个我们的总裁啊 这个前两天这个在总裁大会上就分享了 这个总裁杰斯顿在刚刚结束的 六四镜最高级别的领导人黄宇领袖会议上公布的很多的好消息 2020年六四镜全球近20个国家的业绩大爆炸 领导人增长超过了50% 百姓黄宇领袖增长超过了75% 现场工具的使用率超过了4000% 2021年新的产品将会在四个季度内分别的陆续的推出 所以这么好的一个视野 难道现在不是最好的一个时机吗 对欢迎大家 好小龙姐下一个 其实说了这么多 刚才我们的Alan老师也分析了我们的整个一个大趋势 人生的转折点都在一瞬间 在转角处做对选择 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结果 赢得别人想不到的结果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newskin 我们一起顶峰相见 好谢谢小龙姐 小龙老师我的分享就到此了 感谢大家 好好 不愧是我们金牌系以后讲得这么好 大家如果觉得旭东讲得很好的话 给一些鲜花 掌声 还有一些巴巴巴也可以 谢谢旭东 好 那下一位要分享的嘉宾是 Rion老师Rion老师Rion老师来自中国广东 他以前在导国是吗 经营过超市也经过过国际贸易 后来来过美来到美国之后也开始经营那个快递公司物流的 那我跟Rion老师认识应该是2019年全球年会 当时说他是坐在那个Ruzy老师旁边 我们还帮Ruzy老师拍照 然后Rion他老婆叫Winnie Winnie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 真的我很喜欢她 对 那Rion老师你在吗 再来再来 有听到吗 听到 恭喜你啊 也在考核黄语当中 谢谢 OK 那之前我们会前会我们聊过 我知道当时你是安排你太太先经营如新的 那什么原因呢 你把你的爱人先推进去直销公司了 你没来做 好了 那这是其实也是有前因后果的一个 事情也不是说突然就这样推进她来的 都有一个因果 我先跟大家来自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然后呢 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故事 首先呢 也是非常感谢老师们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我叫Rion来自中国广东 我自己的原背景呢 是在导国经营了十年的超市和国际贸易 那在导国的生意呢 它是非常好做的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每天就是超级忙的 第一年的时候赚到这个钱还是超爽啊 一直看到这个钱很多 可是三五年之后呢 就开始觉得没什么感觉了 然后到了十年之后呢 真的是觉得有一种就觉得 我要过烦呢 这种生活我想改变 我想换个环境 那我不知道 现上有些做生意的朋友们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你刚开始赚钱是很开心的 可是几年 十年之后 你赚再多的钱 你提不起那个劲了 你没有这种快乐 我当时就是在那样的状态呢 就决定换个环境 就放弃了所有的这个生意 就来到了美国 那来到了美国之后呢 我就第一个就是马上去实现我人生的第一个梦想 那我人生的第一个梦想呢 就是上班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经营超市的时候呢 就非常羡慕那些下了班 可以到我超市来逛的人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很休闲 他们就买着菜回家做饭 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 而我是没有我自己的时间的 所以我是非常希望能上班 每天下班之后呢 有属于我自己的时间 但是呢 我来到美国我还年轻 那我上班的时候呢 我就给自己一个标准 因为我之前赚的钱 在我这么年轻 不可能够我花一辈子嘛 所以我就定了这么一个标准 就是上班的钱可以全部花掉 不用存钱 因为有老本 但呢也不能用老本 就给自己定了这么一个标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就去上了几个月的班 但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不花这个老本 上班的话呢 这个钱每个月是不够用的 那在这种状态下 我要得开始找 要赚更多钱的机会 那那个时候呢 切巧在洛杉矶那几年 代购就非常火 我就感觉有一种 就全民代购的感觉 那我就跟着他们去发图 我发现人家卖得很好 我一个都没卖出去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17岁就出国了 所以呢 我在中国没有上过班 我也没有社会上的朋友 我只有那三五个 以前十多年前的 在中国的同学 所以我根本都卖不出去 但我当时就这么想 代购这么火 虽然我卖不出去 但卖得出去的人 他也需要寄呀 所以我就开始来 这个开快递物流 我来赚代购的钱 我卖不出 我就赚代购的钱 就这样我就开始经营 这个快递物流了 那当然了 那几年的生意就非常好 可是有一个问题又来了 就是我 我的生意越来越好的时候 我又变得越来越忙了 我就是不想 每天没有这样的自由 我才会来到 来到了美国 对吗 虽然我在岛国的生意 就做得非常好了 我就是因为 没有自己的时间 没有自由 我才来的美国 所以如果是回到 以前的生活 我就没有必要来美国了 所以我又开始来 寻找这个机会 我想找一个 不要那么困身 然后也不用那么繁忙的生意 在那个时候 我就非常感恩 遇到了我的国际事业推荐员 Danny老师 在那个时候 我是有一个中国的朋友过来玩 然后就住在我家 然后刚好他跟Danny老师是厌食的 所以那段时间 我的Danny老师经常就来我家玩 然后每次见到他 他都很开心的 然后就会问我 利安哥哥最近怎么样 工作怎么样 那我那个时候是生意很忙 很好 但是也很苦的那种心态 就是老师脸老是搭子的那种 我就 我就见了他几次之后 我有一天我就忍不住了 我就问他 你可不可以跟我讲讲 你做妞性是怎么样的 我为什么是 见你老师那么开心呢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妞性 一定要有这种开心的状态出去跟人家谈 聊天 因为很多人真的是没有快乐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被这种状态吸引了 然后呢 Danny老师就约了我们的Kavy老师和我见面 那Kavy老师他非常厉害 他见面的时候呢 就是跟我讲讲 如新的实力 科研 奖金制度 真的很厉害 就是我听他讲的很厉害 因为我当时没有听懂他说的这个很厉害的六代5% 但是呢 我听到了我非常感兴趣的两个字 累积 那是我听到我超级感兴趣的两个字 因为我在岛国经营了10年的生意 当我决定离开的时候 我是马上全部归零的 我在上班了几个月之后 我不上班 我马上就没有收入了 那我经营快递物流 我很清楚 只要我明天不去开门的话 我马上就收入为零 所以 当然了 我在后来团队的培训中才知道 手停口停叫劳动型收入 我以前是不知道 所以我一直在这个 E向下跟S向下呢 跳来跳去 所以就不能停下来 那我现在呢 在如新的左右名呢 就是可以累积才叫多 不用重来才叫快 所以不知道线上有没有伙伴 谈完一个人之后 他听你讲完了 也愿意无心是好的 也觉得这种收入模式是好的 但是回到第二天该干嘛就干嘛 也没有来经营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谈完人之后 他觉得你觉得很好 但是他没有来经营的 当时我也是一样 我第二天呢 我也正常的上班去了 但是呢 后因呢 就是因为我太太生完孩子 生完孩子之后呢 就成了一个 一名家庭主妇 那这个好处呢 就是家里有人打理啊 回来还有人照顾啊 一进门你还能吃上暖暖的饭菜啊 非常非常非常幸福的一面 但问题是他还有另外的一面 就是问题 他不和外界接触 他就把焦点放在你身上的时候 就会有问题了 你都不知道 有时候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 你不知道你说了哪句话 你不知道你做了哪个动作 他突然就生气了 然后我经常是莫名其妙的 所以我想说这样子相处 对长期的婚姻呢 也是有问题的 这种婚姻关系 如果长远来说 肯定是一个问题 当我意识到的时候 如果我想这段婚姻 是一直走得下去的话 我想他和外界有接触 所以既然我听了 儒星是好的 还有人教 有人带 那我就先推荐他来经营儒星 那当时的目的呢 也是希望他和外界有接触 而且像Kerry老师 Danny老师 这么优秀的人 放在那里 我也不怕 所以呢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就先结缘了儒星 但是太太先来经营的 就是那么一个 前一号国的小故事 对 好 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 那李永老师 因为我前几 那应该上个礼拜 听过你太太的分享 他分享非常有趣 那你现在你们两个夫妻 已经在考核 黄云名秀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静云儒星这几年 有哪一些收获吗 OK 那我就来一点 跟大家来一点接地气的 首先呢 当然第一个就是 是从难看到正常眼 眼好看点 所以人都希望自己 变美变年轻 那男生其实也不例外的 我老听见女生就是说 我们一起来变美 变漂亮变年轻 那男生呢 你为什么不提一下男生 其实也需要的 我们也需要的 你想想我自己的这个原背景 那我是在一个导博 他叫亚马加 那他其实属于北美的 对不对 但很多人都没有听过 这个导博的名字 然后再介绍我之前的样子 我和别人聊到我的原背景 在亚马加做生意的时候 知道吗 别人马上就会联想到一个词 然后就问我 那里是不是非洲 我经常就被问到 为什么亚马加是非洲的 他在北美好不好 所以就我以前的样子 就真的是看不下去了 所以他们常常在团队 也笑我们 把老婆嫁给我的都是真爱 不是我的样子 对 但是现在在由心第一个收获 就是真的是从难看到正常年了 那第二个收入呢 就是 当然是收入了 我也觉得由心的老师们 他们很智慧 他们常常说 努力个三到五年 改变收入 改变人生 当然我们也是没有做得很好的 是混了两年 做了三年 但是由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是他每一到两年 就有一个颠覆性的产品上市 那这样的话呢 新年来了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全新的机会 那旧的人呢 都会有一个翻转的机会 这对于考察商机的人来说 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重大的因素之一 所以就在2018年 Lumi上市的时候 我们的团队就开始翻倍了 那再加上2018年 他的这个新的奖金制度 我们的收入是翻了好几倍 那在这个时候 我才开始感受到 如心六代5%的厉害 那如果一个公司能让你 两三年翻一倍 两三年翻几倍 两三年再翻几倍 你想想这个结果是不是我想要的 那我之前也是尝试了几门生意 也做得很好 可是结果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当时呢 就决定来转型 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 1月份我就把我所有的生意 全部关掉 全职跟太太来经营这个如心 那第三个呢 就是自由 我在如心获得的自由呢 很美好 但我同时呢 对这个自由 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个重新的理解 那我之前做传统生意的时候 我认为的自由 就是下班的时候 什么都不用管 不管公司倒掉啊 炸掉啊 倒掉啊都不用你管 然后呢 每天不用工作 我一直以为这就是自由 那其实我们也很遗憾 像这次疫情的到来 就夺走了很多人的健康啊 甚至生命啊 但我同时也非常感谢 疫情改变了我的工作方式 我每天呢 通过这样的一根网线 在家陪着孩子就可以赚到钱 每天起来呢 就能在手机上收到这个进账的通知 所以在家工作是 获得的收入的这种幸福 太太幸福了 而且我的工作是由我来安排的 我可以安排什么时候充斥 我可以什么时候安排我来 享受我的家庭时间 那我刚来如心的时候 其实我并不太相信 如心的这个结果的 我看到很多人年龄很大了 还在需要再做如心 并没有说的那么好 但因为经营了如心之后 我才明白 这个自由并不是你什么都不用做 而是你可以决定你什么时候做 你想怎么做 你拥有自己的这种控制权 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我常常在线上会听一些老师们的分享 我听过李康瑞老师说 他休息了十年要出来做了 我听过那个菲利普老师说 他完了二十年又开始出来做了 我听过咪咪姐说 他不退休 退休是你辛苦工作了一辈子才需要退休 那我也听我们的凯瑞老师说 他在家生完孩子就被表彰百万美金名了 那我也听摄影老师说了 我都成了百万了 我还不能挑一下 我想和他合作一辈子的合作伙伴吗 我觉得制裁是叫自由 你可以把控自己的人生 想工作就工作 想充斥就充斥 想休息就休息 自己来掌控这种人生的自由权 所以我记得我当时参加了如心的年会后 我看到了舞台上如心成功的人 跟我在传统生意上接触的那些成功的生意人 是那么的不一样 我知道这才是我想要的成功 也是因为这样 如心在我的内心的深处就埋下了 我想成为前辈们的这个种子在心里面 那在这里呢 肯定也是要非常感恩 如心公司善的文化 这些老师们呢 也传承着这样的文化 愿意去把如心这样美好的结果呢 就带到了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见到如心美好的结果的样子 不然像我这样每天只知道 怎么能多赚点钱的生意人 靠自己的眼界格局 我可能也看不到这样的结果 可能也不会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转变 然后呢 第四个呢 就是生活品质 我觉得如心也是一门生意 那它和过往的生意不一样呢 它就是没有负担 虽然之前生意很好 但是你看我做快递物流的时候 货量越大 我同时又担心海关的关系 要担心政策 又有资金压力 又有员工管理问题 又有航班问题 各种的 各种的生意越好就是越担忧 甚至还有说是安全 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公司的那个防盗报警了 你半夜还得爬起来往店里跑 又担心安全 我还在外面开两个圈 看一下公司要什么动静 想着要动静 报警先进去 所以有时候就半夜都会起来 偶尔会有这种状况发生 还有比如说跟客户的账单 问题啊等等 所以因为这样 我通常也是 忙完一轮之后 回到街呢 我也不想说话 我也不想老婆 也不想孩子 我只想静静 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现在在经营游行的时候呢 也是会 有时候也是会很忙 毕竟我们现在离所谓的成功 还是真的是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可是没有了传统生意的压力的时候 休息的时候 我就会多了一份这个闲情 那现在休息的时候呢 我会陪孩子在门口的草坪 玩玩游戏啊 拍拍照啊 一起来做做手工啊 然后我现在没事还给家里 做点敲啊 拖拖地啊 什么的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你看我这个 从来都没有进过厨房的 我用微波炉都是炸了好几回的 然后我现在也开始研发 我这个广东的拉肠粉 然后越做越厉害 我现在常常和那个伙伴聊天的时候 我就经常问我的伙伴 哎你要不要来我家 我做这个拉肠粉给你吃啊 然后我的孩子天天天天夸我 问我要不要到外面开一家专门 卖拉肠粉的 所以其实我在之前的时候 你看心事沉的时候呢 你没有办法有兴趣爱好 你都没有办法有这个心情 但我现在呢就喜欢上来钓鱼 有空呢出海钓一下鱼 回来呢我们家立牌就先来一顿这个 深海搂上来的鱼做sashimi 然后这个鱼生呢是超级鲜美啊 所以大家看图片 左边呢是做生意 忙到半夜两三点的时候 就算周末家庭日带孩子出去玩 也是这种皮笑又不笑的 因为已经累的根本都玩不动了 也没有这个心思 没有这个心情 那现在没事呢 周末就带着老婆孩子们 做着攻略去爬爬山 接触一下这个大自然 那我们上周呢还做攻略 去了那个土豆山 然后一家人呢就挑战了 来回近五个小时的这种爬山的路程 然后呢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到了山顶呢我们还看到了这个无限的风光 登上了山顶 然后呢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土豆山原来真的有土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就这样我们的家庭就多了 这很多这种欢乐的时刻 再来就是收获了健康吧 我觉得这一次疫情 说实话我们全家天天吃着油腥的保健品 我们还真的不太害怕 当然该注意还得注意预防 但是如果是我之前的样子呢 我连肤事都是黑了的压健康的状态呢 估计就不是那么乐观了 再倒回来说 你想想我之前如果不是油腥的话 我在那样的压健康 我还得天天去公司里面 去接触不同的客人 接触不同的员工 这万一感染了呢 我还得回来传言给老婆孩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的心里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啊 所以我就非常感恩 油腥的这种生意的模式 就可以让我在家里逐步出户 我就可以赚到了这个 我想要赚到的收入 他们完全是没有了传统生意的这种 各种压力 而不是这种的 各种压力和困身 但他又有比传统生意更好的 这种持续性的倍增型的收入 所以我们来油腥 真的不单单只是赚到了钱 今天我相信油腥能吸引到 这么多不同背景的人来经营 他单单赚到钱 这一点我相信还不至意 还有很多钱以外的东西 甚至我觉得是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来和别人分享这份事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全面正确的信息传导者 去告诉对方 我们来赚的是人生的六本存值 美丽 健康 家庭 快乐 财富 还有自由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把这样的机会分享给更多更多的人 那因为时间有限 我的分享就暂时到这里 把麦交回给小庸老师 谢谢庸老师 哇 你讲得太有画面感了 难怪你老婆说 哇 我老公弹得很厉害 一弹就吓到 大家觉得美丰老师讲到 有吐到你的心底上的话 打个一 或给你拨千花 给个掌声 真的讲得太美好 谢谢 谢谢你哦 有机会哦 我们团队请你讲讲课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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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庸老师 谢谢老师们的机会 现在我的重头戏 最长的重头戏 王明老师 我对王明老师是非常非常的起爱 我这个我们全团队都是分开的 我真的是名媚 我记得我进来 楼星大概 七月份进来 九月份 八月份还是九月份 王明老师就出了一个歪歪语言 叫做格局 商机和格局 我就是因为听了那个大格局 一下子我眼界就打开了 然后过了两个月之后 我就到了那个年会 然后我很开心很开心见到他 所以我就觉得 他是偶像 我怎么可能会见到偶像 还可以跟他一起合照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跟他的合照 一年之后 这张的照片 这两张照片 对我来说是无比的珍惜 因为是我的人生中的贵人 露西老师拍的 那时候 王明老师非常低调 每次都包 那个 被个小包 然后静静的 拿一静静的走 那样子 然后露西老师把他拉住了 他说你等一下 你有个粉丝想跟你合照 所以我就跟他拍了这个照 但是我很遗憾的话 我们那时候应该将露西老师 一起拍张照 所以我很珍惜这张照片 其实如果有人看到我朋友圈的话 除了露西老师 除了朱妹妹 我讲最多的就是王明老师 每一次他在讲座 每一次的歪歪语音 我讲完之后 我都会把它放在我朋友圈 我甚至在我的每篇里面 我还特意写了两篇文章 关于王明老师的 然后王明老师分享了大回去 三机 还有露西老师送给我这个 《活出如心》里面还有王明老师的照片 然后我昨天前天把我发了 然后我们团队里面好多好多你的粉丝 然后大家都在转发 我觉得真的是 你是很多人很多人心目中的榜样 跟力量 然后你看 好 那王明老师 真的一个是大学霸 然后 还是王明老师 你来介绍一下吧 我们想多听听你讲的话 王明老师有请 谢谢啊 谢谢小荣的热情介绍 刚才也听了几位男士嘉宾的分享 非常的精彩 真是 被带 被有人才出啊 如今事业一定会越来越壮大 也非常欢迎在线的各位伙伴 特别是新朋友 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商机论坛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 小荣请在下一页 我是在1996年清华计算机系 博士毕业以后 然后受约到美国的辽州立大学 做博士后的研究 主要是研发全世界第一台 无创的早期职场来准备系统 那经过三年半的研发 这一项 学术研究取得决定性进展 当时比我们的竞争队友 第二名的 不叫第二名啊 就是说另外一个研究机构 美国斯坦佛大学的医学院 我们比他们的这个速度 诊断速度要快出1800倍 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所以在2003年纽约时报 整版报道 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研究 在医学智常境领域的最新突破 同时呢 也发表了三月多篇国际论文 获得了七项美国的专利 那研究成果被美国的波音研究院看中 请我去做了一场学术报告 然后就直接下offer 请我去波音做高级研究员 当时也是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因为我已经在纽约州立大学当教授了 一份教授的工资 一份这个我们职场 职场境这个技术 风投公司又做了一个研究所 专门研究公司已经开发两份收入 但是还是觉得 研究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快乐 对我们家庭来说是一个灾难 因为我要一天12个小时做科研 12个小时 睡觉的时候都在想我们的算法 因为你想做成任何一件事情 没有付出是不可能的 我刚才看了我们的嘉宾们在传统的生意上 打平的都非常不容易的 其实学术上一点不轻松 所以决定放弃学术界进入工业界 就去了美丽的西雅图 主要是坐博人驾驶飞机的西领导航研究 但是刚过了一年多的好日子 就迎来了美国的911事件 航空业首先遭到重创 也因为这一击让这个.com的这个bubble 完全破灭 美国大量失业率开始 我们那时候研究所没有裁人 但是我们也担心 未来因为我们的经费 研究经费第二年经费就没有了 那就代表着一年以后不知道要去哪 所以给我压力非常大 因为我担负着养家糊口的重任 我太太放弃了她的学业 去照顾两个孩子 把科研继续做下去的机会留给了我 我经常看到 像中国很多那个时候高考限定名额 这个家里面两个孩子都考上了 只能有一个牺牲掉一个去上学 我们夫妻两个都很能读书 而我太太比我更能读书 更优秀 但是只有一个名额 因为那个名额要照顾孩子 所以我的压力非常大 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做男人养家糊口是责任了已经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在寻找一个机会 找一个备胎 那继选巧合就遇到了 newskin的产品 我太太用了以后 感觉非常好 所以听说这个事业可以做生意做 可以赚钱 还不用投资 公司自己会投资 然后还有人教怎么做 我太太就决定要尝试这个事业机会 我也是经过了怀疑 然后更多的了解 最后是用如新产品 营养品 把自己的肠胃的亚健康问题 调理好以后 才真正的认同了这个事业 那决定做这个事业的转机点 是参加了2002年9月份 盐护城的全球联会 在这次联会上我看到了公司的创新的力量 科研的力量 公司的善的力量的格局 它的社会责任感 以及公司中一大批成功的经销商 他们的可以说是 我从他们中间看到了未来 我这人呢 这个对自己要求比较高 眼界比较高 我近期我只盯住了一群人 这群人叫2000万美金得主 我对这群人非常感兴趣 因为我算一下 我在波音就算不被lay off 我工作30年40年 我也挣不到2000万美金 更不要说有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而难赚的平均收入就有50万美金 50万美金在别的国家我不知道 在美国可以过一个相当体面的生活 你基本上又不是要再打定那一份工 去养活你的家庭了 因为很多人打工都没有50万美金 所以那个时候就下定决心 要把儒心做好 作为备胎 生意对我们很挑战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进行任何一个行业 新的行业 你都要经过艰苦的学习 我做到波音研究员 我学了多久 如果小学不算只算大学 我十几年的学业 一直做到博士后 我才拿到了 拿到了波音这一份工资和这份位置 而在儒心中 我可能只要三五年的时间 我就会超过波音的收入 这个值不值得花时间 我当时算了一下太赚了 因为我当时已经35岁了 我在想如果我能在40岁 我就年轻退休 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我还有60年可以人生可以享受 所以当时就决定义无反顾 所以在中间也有很多时候 我们也有伙伴说想退却 甚至家人也希望退却 但是我这人做事就是一根筋 我决定坚持下来 这个可能也是男士跟女士 思维方式的不同 女性的思维方式 一般来说非常敏锐 非常感觉非常到位 他不用什么理性推理 他直接一看如新的东西 他啪就觉得这个东西好 这个腰腰 男性不这样想 男性要经过非常严密的逻辑推理 而这个逻辑推理往往推出来 又不容易靠谱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从来没做过生意 也从来没有被动收入过 也没有过庞大的被动资产 也不是从小就在一个 财富自由家庭长大的 你手上没有这些数据和概念 你就推断不出来 一个事业 特别如新这样的机会 能不能给你财富自由 你很难推出来 所以男士遇到这个事业 一般来说刚开始都很难接受 但是男士一旦接受了 一旦他逐渐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然后发现这个事情 从逻辑推断靠谱的时候 男士就会开始进入 男士一旦进入以后 男士有一个巨大的优点 是很少有女性具有的 就是男性几乎没有情绪化 非常平稳 每个月都没有情绪的波动 男士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每个月要有情绪的波动 如果你没结过婚 我跟你讲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 但你如果女士的话 你也知道有什么情绪的波动 所以这个不是说谁好谁坏 而是说不同的特点 所以女士一般进场开始都非常快 男士一般培训架构都非常的稳 所以如心做的很多 做的非常大的 夫妻党非常的多 实际上是一个性格和能力的匹配 不是谁好谁不好 谁强谁弱 而是一个合作 好 那如心中长话短说 我们也是经过了六年的权力拼搏 我是兼职做如心 但是是全职的形态 因为没有办法 必须要养家户口 不可能把工作辞掉 然后来做如心 我必须保证家庭的收入 在做如心的过程中 只能增加 不能减少 所以当时是很辛苦 做了两份工作 到了2008年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人生中 第二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是次贷危机 所以我不知道每一次的危机 都给我们带来带来机会 所以每次危机到来的时候 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固定影响了 危机一到 马上散出两个字就是机会出现 就变成这个情况 而不是危机一到就是恐惧出现 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 很多优秀的人才 他们在开始找机会 原来的生意做不下去了 之前跟他们讲如心 完全没有兴趣 因为他们生意做得很好 事业做得很好 工作做得很好 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很惨了 我们启动硅谷团队的时候 硅谷那个地方有明年 叫没有被下过岗的人生 是不完美的人生 就是他们的心里 已经紧张到什么地步 就像在砧板上 每个人都要被剁一刀 什么时候砍到你而已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开始 觉醒 我应该说觉醒了 特别知识分子开始觉醒 所以2008年 人才大量涌现 而如心那个时候添了一把火 这个斯巴基开始更新 然后Hlock技术开始出现 所以一年的时间 市场大暴涨 后来才知道这叫如心2.0 那当时我们也成为了百万 作业名人 然后在一年后实现财富自由 幸福来得很快 没有想到一个大的经济危机 让我们这个在如心上的速度 可以说提前了三到五年进入财富自由 所以不能说非常感恩危机 这个话说有点太不尽人性 因为我很多做生意的朋友跟我说 2008年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不是2008年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是他们选择的财富赛道 让2008年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因为2008年并不是所有的公司 都下滑都倒闭 而其中有一批优秀的公司在崛起 除了如心还有谷歌这样优秀的公司 那么今天一晃眼 已经财富自由10年了 真的幸福的日子过得太快 打拼的岁月才是最值得留恋的 所以今天 谢谢小荣 还有咱们北美几次优秀的团队 今天做这个活动也请我来分享 让我回想起美丽而丰富的战斗的岁月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份财富自由的结果 永远不必为未来所担心受怕 那其实有今天的结果 其实现在想来也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只不过当初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而已 也就是说选择容易大于努力 其实在说到底 清华到美国的人非常的多 我们基本上整班端过来的 但是在40多一点就财富自由的人不多 时间自由财富自由身体还健康的人不多 不多的原因并不是大家不努力 而是真的选的平台不一样 就这么简单 或者说我们选了一条捷径 我们站在了一个巨人的肩膀上 而不是从开始把自己从一个小白打造成一个巨人 那实际上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思路 其实我想不光是男士 女士也是一样 凡受过教育的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都进入一个传统思路的陷阱 而这个陷阱 第一次把它掀开的时候 让我看到这个陷阱的时候 这个人叫罗伯特清奇 当时是200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很早 1999年罗伯特清奇才开始 讲求妈妈夫爸爸的故事 2000年非常早 我太太就把这本书介绍给我看了 我当时看了以后刚开始觉得很好玩 后面觉得他讲的东西很深刻 然后最后听完的时候 我发觉我走入了一个陷阱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还没有来得及想 我怎么跳出这个陷阱的时候 一根梯子生下来了 这根梯子上写了两个字如心 然后而我正好决定要往外爬的时候 就顺着梯子 然后就爬出去了 几乎所有的人 99%的人 一辈子都没有爬住过这个陷阱 几代人都爬不出这个陷阱 甚至他都不知道这是个陷阱 以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在陷阱里面 这是什么呢 我简单说一下 这个就是你的收入模式 或者说你的资产模式 这就是收入思想线 现在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地球人都知道了 收入思想线 只不过是 你你在不在利用这张图 让你进入财富自由上线 所以任何人都配生活在财富自由上线 就是右边的上线 而右边的上线 企业家和投资家的上线 罗伯德近期很客气 他说90% 90%的人在左边 10%的人在右边 我看了一下 就我认识的人里面 1%都不到在右边的 也许他见的这个成功的人 比我见的多 基本上都在左边 左边是什么 左边就是个陷阱 这个陷阱从哪来的 这个陷阱是你从小被打上烙印来的 你被打上了思想纲硬 什么思想纲硬呢 就是你从小你的父母就要教育你 要认真学习 努力学习 考试考第一名 考最好的学校 拿最高的文凭 然后从最优秀的大学毕业 去全世界最强大的公司 给你最高的工资 最高的福利 然后光鲜亮丽 过完你未来美好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被打下的一个烙印 我们就被送进了个陷阱 而当我们学完这一切拼出来了 在千万人中拼出来了 这就算很幸运了 然后你找那份很好工作的时候 你发觉你不如你的老板 你所有的收入由你老板决定 然后老板需要你的时候 你可以收入很好 很受尊重 当老板不需要你的时候 老板不能自保的时候 当你年纪大了 没有价值的时候 当有更年轻的人比你更便宜 更有生产力的时候 对不起 你的价值已经被打折 这个时候 你要考虑考虑 你的养老不是老板的任务 是你自己的事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居然看到 未来不是会更好 明天会不是更好 而是更糟 但这个时候你可能已经40岁了 甚至50岁了 你可能已经没有力气 在翻身了 甚至没有这个心情在翻身了 那动作快的人 立刻会不打工 然后自己当老板 当的很多都是专业型的老板 因为我们是专业型人才 所以可能会开个会计师事务所 开个律师事务所 做个牙医 做个按摩店的老板 反正你可能你有一个手艺 你有个专业 你就做个老板 最后发现你比员工还要辛苦 我接触过很多很多老板 我真庆幸 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不是说 我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好的 我觉得他们太苦了 他们太苦了 承担这么大的风险 然后吃了这么多的苦 而最后得到的只是一个 一个劳动型的收入 不过是自己为自己打工 然后找几个人替他自己打工 那么真正的企业家 真正的企业家不是这样的 他只是把优秀的人整合在一起 因为他有很多的时间 他投资家用钱来赚钱 用钱买别人的经历 咱们一生中最宝贵的 咱们一生中最宝贵的 就是我们的时间 就是我们的经历 你愿意把它花在哪 你愿意把它给你自己 给你的家人 还是送给老板 或者送给你所谓的公司 然后一直到把你蚕食进了为止 这就是金额的理论 下蛋的金额 你是有一个金额帮你下蛋 还是你就是那只下蛋的德 差别很大 所以这就是个陷阱 很多人一辈子活在陷阱里面 还希望孩子也继续我们的路 继续这样活一遍 活在陷阱里面 听起来很好听 活得怎么样 自己知道 所以医生的孩子 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而医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当医生 律师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当律师 老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当老板 为什么 因为他爱他的孩子 我只可以这样讲 而如新人 如新成功者 要他的孩子做如新 为什么 我只能说 他看懂了这个陷阱 他知道了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 然后他爱他的孩子 虽然孩子看不懂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非常有意思 我不知道女性是不是也这样 看待这个生意 看待这个视野 对于我来说 就像看计算机程序一样的清清楚楚 好 那最后讲一下 如新今天为什么很好的机会 为什么值得我们进来做 在在线的特别的新的伙伴们 这个平台今天对于你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如新今天跟30年前的如新 有什么巨大的区别 甚至跟如新1.0跟2.0 有什么巨大的区别 你为什么要参加一个 已经30多年的公司 而不参加一个 今天刚刚开始 整个世界都在你面前 呈现出一片 无尽世界的这样一公司 如果让我选 我不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 我希望3到5年 最多8到10年的努力 给我一个财富自由的机会 不要让我再走一遍 那么远的路再去冒风险 因为我没有时间 没有精力 也没有兴趣 40多岁的时候再重来一遍 这是存储个人想法 如果你愿意折腾 每10年重新折腾一次宝道 那完全属于个人爱好 这属于经历无处发泄的人也有 但是我想可能不是大多数的人 也不是我这样的人 我觉得有几个点 非常区别非常大 第一个点核心点 如新的制度变了 如新的制度比过去要容易很多 而且可以比过去做大很多 因为他把生意解放出来了 而且他把奖金提成提高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对前端对后端对新人和老人 他都形成了一个机会 一个难得的机会 所以各位非常的幸运 能在这个时间点 2018年之前想都不敢想 第二个公司的高科技产品不断的突破 他的产品已经进入南海市场 也就是说没有竞争对手 你卖的产品最好是一个别人需要 又没有竞争对手的产品 这样比较好卖 不用跟别人比价格 就是我有你没有 特斯拉为什么好卖 因为别的车都是烧油的 就是他烧电的 当然了现在也有人也坐电动汽车了 对吧 总有人赶上来 但他仍然是领先品牌 那么第三个就是合作共赢 我没有做过传统企业 但是我想很多人 特别是南市 可能特别是背景的一项 到了异国他乡以后 可能是做生意的 做过生意的人都跟我讲 单打独斗是多么的不容易 而做如心以后 他们觉得很幸福 居然有人在帮他 有团队在帮他 他经常会忘掉 他后面还有一个团队 一直到想起来的时候 热泪盈眶 因为传统中没有 而你看我们 现在我们的一家庆 到北美一家庆 包括咱们几只优秀团队 大家一起合作共赢 把柄做大 让每个人的收获 都会比原来更多 而你的付出 甚至变得更少 所以这样一个环境 其实是花钱都买不来的 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珍惜 也是这样一个文化 不但可以让我们做得更好 而且让我们吸引到更多的人 优秀的人 而且让我们成功以后 会更加快乐 因为你的成功要求是全方位的 包括人和人之间的友谊和能量 这都是你的无形制裁 钱可以数 你获得的精神收获 那是数不出来的 在如心中 如果比谁比钱 谁比挣 谁挣的钱多 就数了 因为说到底 财富自由就是财富自由 你听过双倍财富自由 三倍财富自由吗 他没有自由就是自由 不自由就是不自由 就这么简单 而自由以后呢 然后就是你的精神世界了 对吧 所以如心确实是个全方位的 那么最后讲到 今天听了以后 你可能觉得蛮好的 这群人很幸福 这群人很开心 因为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他们看到自己的未来 这支团队很幸福 这支团队活泼向上 互相关爱 所以你要决定开始 还是不开始 那就在你今天的一面之间 如果今天听完了就开始 五年以后 你可能就是那个成功的 大家的表率 如果今天听完以后 回去又忘了 又回去走老路了 五年以后 你可能会重新想 如果五年前开始的话 我可能就会不一样 其实每个人今天的生活 今天的状态 我不管你是满意 你还是痛恨 还是抱怨 都是你五年前的决定 就已经导致的 就跟一个人得癌症 不要说自己运气不好 得了癌症 是你十年前 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决定十年后得癌症 你不要觉得我这样讲太恐怖 只不过你的决定 你自己决定了 你都不知道 就像你生在一个陷阱 生活在一个陷阱里面 你都不知道 其实原因很简单 所以第一 你要认清自己 第二 你要认清未来 第三 下一个决心 告诉自己 五年后过什么日子 欢迎各位加盟 加盟我们 也希望咱们的平台 可以让更多的 优秀的人 更多的值得拥有 美好生活的人 实现梦想 好 谢谢大家 时间还给小荣 谢谢网民博士 谢谢 真的 网民博士 你有两个歪歪语 我基本上都会推给人家听的 第一个歪歪语 就是3D跟大规矩 第二个歪歪语 就是LTO 我真的 你把我一个人给你敲醒 因为我曾经有 经历过两个月 比较低潮期 那时候是路行老师走后 然后 我记得好像六月份的时候 你出了一个LTO的 然后你在里面就讲 如果在这个暴涨期的时候 你好好地抓住路行 你迅速地从线下 转到线上的话 那么 你努力的一天 可能会敌过一年 或者一个月 我就听懂了这句话 我别人没听太那个 所以我觉得7月份 8月份 这个暴涨就要来了 就要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我抓住了 抓住了 所以团队就开始增长了 所以大家听懂了吗 所以我有时候大道理不会讲 但是我会把一些老师讲的 成功老师讲的话 成功老师走过的轨迹 我们就 按部就班就好了 跟着前进就好了 所以 谢谢我们老师 那我为什么会 现在我们这个团队越来越大了 我们叫做合作共鸣团队 运动传统团队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是 我上了难转 我就想跳出来 说我能不能做一个Zone 让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听一听 或这样子 后来发觉刚开始做的时候 艾琳老师 我们Superlife团队 丽毅老师 然后像萨神的 Tiffany老师 然后Joyce老师 这是加拿大的 后来我们邀请过 Shirley老师过来分享 然后还有Kerry老师 我们开始有合作了 那我记得前两天 我跟那个会前会的时候 跟王明老师聊天 聊完之后 我就说 王明老师 你要不要一起加入 我们一起合作共鸣 我觉得卢星是很棒 为什么 我觉得可以互相帮忙 互相帮助 我们就是一个合作共鸣 就要像打造我们一家亲的精神 这样子我觉得 这个市场可以做得更光更晚 然后我很感恩在卢星的道路上 有你 有我 然后遇见更好的我们自己 好 这就是我今天要那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 想问或者怎样 或者你今天听完之后 只是听了吗 还是听完之后马上行动 就像我当场的时候 听了Lucy老师的话 我们就行动起来了 想要 就是两年之后 跑起来 Kerry老师做得那么好 王明老师讲了那么多的大道理 所以跟着智慧的人一起走 我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谢谢 谢谢 Kerry老师 很感恩 马上行动 你觉得 我知道我今天很紧张 真的很紧张 从今天开始就开始紧张到今天 可能讲的话并不是很好 但是回想到两年前三年前 我跟你说 我比比现在糟多了 我还不敢讲讲话了 但是两年之后 我觉得我已经很大的进步了 母亲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大学吧 社会大学让我们历练 让我们把自己好的一面给挖出来 挖好一面 慢慢慢慢慢慢可以改进 我们特别美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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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合拍 合拍 那个Lyong你们 你可以那个拍个大合照吗 大家都可以把视频打开 可以 大家把视频打开 视频打开 我们可以截屏一下 Wiki你有问题吗 你举手了 看到 Lyong你准备好了 通知我们一下 对对我们做个手势还是这个样子的 对好 嗯 我大概需要20秒请大家那个打开镜头哈 嗯 然后没有开镜头的就不拍了哈 哈哈 两百多人了 对对刚才三百多人 是很多害羞了 大概需要20秒哈 然后 然后 3 2 1 3 2 1 哎你笑得真漂亮别动 哈哈 不知道说谁说 所有人都不动 哈哈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谢谢你们的到来 然后我们每周六 啊 11点 东岸时间西岸时间就是 几点8点是吗 早上8点 8点 东岸 11点 11点 你们8点 对 下省的话就是 10点 10点时间哈 然后我们不见不趟 每周见一次哈 然后接下来我们更精彩的 因为每一周我们都有不同的团队 选出啊 特别好的老师给大家分享 OK好 就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